深美事件 这个检验之后的一个结果 我想检验之后 检验的结果 统一对外说明是 卫生局的权责 所以我在这边不变 先就预约我的职权 我们来尊重卫生局 10月份深美国小营养午餐事件 市议会一直非常关心 但是教育处在市议会进行业务报告 被市议员要求教育处公布 营养午餐检验结果真相时 代理教育处长杨贵杰表示 统一对外说明是 卫生局的权责 再加上因为这起事件 反而深认为代理副处长的 徐燕丽科长请病假没有来 反而让议员们更关心 也更质疑 深美国小案 家长会等相关的团体 食品供应业界 教育界都在等着一个真相 请问金融市政府 到底有什么好怕的 有什么好不敢讲的 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 你认为我们的徐科长 徐副处长 绝对不会回避 所谓的议会的一个咨询跟询问 那在这边也希望说 议长能否在这一次议会 大会结束之后 那等到我们的徐科长 徐副处长身体也养好了之后 让他健健康康的 希望来到议会 针对营养午餐的事情 对我们所有的议员 来进行专案报告 那真正在处理 在协调这件事情的 是我们今天因病请假 我们的许燕丽 代理副处长 那他也没有给大家 任何一些处理这些事件 后续的问题 以及这些事件后面 他的处理方针以及步骤 市议员也要求教育处 一定要针对营养午餐 提出具体可行的改善方案 保障学生吃的健康安全 如果由团散公司来供应 请问签订合约的标准在哪里 签订这些合约 都是未来我们审查的细项 验收的细项 这些审查的 知道不要的细项 是用来监督的 都没有订定出来 未来是要如何要求 我们都不希望这种汉事发生 可是我们希望 严领更严格的 这个自治法规 能够来监督 然后提供我们这个 学校的一个辅导团 跟连政平台 制定我们这个营养午餐的 一个完整的一个 讲诚机制 那现在不管是 自社厨房还是团散 在食材成本难提升 情况下 负数标到底找不找到厂商 这也真的不确定 因为厂商就是看预算 我们现在万一发生了 一个学校营养午餐的 食材的问题 一个厂商得标 那请问 他是马上停止 那后续谁来接 所以这里应该应该奠定 是不是负数 双轨制的一个评审的 一个厂商的 一个内容 上半年上学期的时候 天气好什么 菜价什么都很稳定 拿到下 下学习的厂商 那个高丽菜一颗 就多少钱了 这样子怎么做 所以既然是要 负数标的话 叫公平起见 就是要一个月一个月 这样子分开这样子做 这个有关食安的问题 我们要领农冷 所以领农冷的话 我先去希望我们教育处 配合我们 那个卫生级 联合 居查这个编组包含学校的 一定要做好 你这个营养午餐里面的 形形色色很多 我是希望能够做一个中央空除 整个 因为基隆市不大 你整个来运送的话 顶多45分钟 他就可以到达那个学校 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决议时 要求基隆市政府 必须面对问题 检讨问题 我们这个营养午餐的议题 乐意 那也我们有多位议员 大家全体议员都非常关心 我想请这个教育处 我们有相关议员 要求我们要的书面资料 我想就提供给议员 那我想营养午餐的问题 我们基隆市政府 必须面对问题 然后检讨问题 然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 跨局处的平台 机制跟卫生局 如何整合讨论 我想我们全体议员 都非常关心 那就请教育处 积极来负责 而在市议会 咨询教育处 结束后三个小时 基隆市卫生局 也迅速发布新闻稿 公布检验结果 也就是依照 卫生福利部相关规定 无法判定为 符合食品中毒事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积极 参与 保护 入 入 入